所以 又是一路到戰中 我們都沒有過真的民主的push 就是沒有真的民主 我們沒有享受過 所有的通過的議案 在立法國裡面的辯論 都是他們戰術上風的 他們控制的 就是中共那邊的紅塵 你用公民小組 你用他們的組織的配票 他們在那裡配票 後來呢 但是我看到 唯一一次 我感覺到 就比較是真的 而且那些泛民都放棄了區議會 一直到2019年才回去 區議會選舉 反而區議會的那些選舉 共產黨就沒有什麼理 我們以為他們贏了 就放給我們真的普選了 所以2019年那個選舉是真的 我們短短的享受了一年民主 在區議會裡面 不是在立法會裡面 在區議會裡面做的事情是對大眾有益的了 不是壞事 不是壞事 就是那次的選舉 是唯一是真的民主的選舉 大家知道嗎? 那次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70多個percent的人投票 我們贏了百、九十個percent的議席 那次的選舉 是不是區議席 哪個香港人都是 他們說了 他們表示了他們喜歡什麼的 選什麼的人 代表他們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差不多了 所以我剛才那個標題 魯士說 你那個標題會得罪香港人 我不是說事實 說事實就是我們 除了那次區議會 我們真的放了心機去選 真的沒有一次民主的經歷 而那個區議會 權力只在區那裡 不去到立法會 又不去到特首那裡 那個區議會短短的享受了 因爲是區議會的政治的民主 都只是在區議的時候都會分擇 那些區議會 我了解 那些區議一定要去 它也要去 應該就ok。你去拿出去 或者是這個區議會 這是私olan的area2aa 你只能武昌話 toe 你講一下支持者raw 他galächile 你 Pastore wus定了問題 指代有一些區議員 其實台湛時益話或者派手 這是佛生 auf Optina 選舉的 這個區議會 選出來的人是香港人選出來的 香港人選出來 不是共產黨委牌的 接著 過了《國安法》之後 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從頭到尾 我們香港人 全部都是我們那些 有大台 大家清楚了 有民主黨 有什麼黨 包括戴耀廷那個配票 初選配票 那天我跟梁仲恒說 他說那些是民主 我說那些不是民主 配票怎麼叫民主 但是那時候沒有辦法 為了對付中共的配票 我們是來配票來抵制它 我們贏了 但是兩樣東西 中共的配票又不是民主 我們用那個初選來配票 但是要停個破配來對付了 基本上就是勝利的 但是還沒實行的時候 配票完還沒有 它就取消了選舉了 是不是 又是沒實現過一個 就是立法會的選舉 我們沒實現過一個民主 中共就是不肯讓你實現 寧願取消 就是不肯讓你實現過國安法 再過選舉法 讓你有機會民主 對不起 我都說我挺長氣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 雖然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整個經歷 我那時候不斷 我看了所謂的看電影 看了全場 從頭到尾 從80年代 從97年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了之後 基本法 你們都看我跟澳洲 朱鋒說 他說 你們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已經沒有民主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答應了 被他們追蹤 追蹤法庭 可以在人大上位 他可以改你們的《基本法》 這件事 一寫了《中英聯合聲明》 就已經是完結了 或者寫了《基本法》已經完結了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有民主 在香港是不可能有民主的 而且我們發現很多人 他們覺得都OK 我們自己擁護民主黨 誰是誰 公民黨 誰是誰 又有誰 有一幫社會份都知道 我們有我們的代表 這個不是真的民主 真的民主是不可以缺少普選的 我現在搞香港議會 因為那幫出名的人 他們不是很習慣真的民主 他們都是習慣在共產黨的空隙之間生存 就是拿回一點點權 他們完全不明白 完全沒有試過 真的民主 所以我用這個陌生 我不是怪他們 事實就是 歷史就是這樣 歷史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真的民主 除了那幾個區議員 除了那幾個區議員 有一兩年的那個被選出來 或者做到事之外 之後就被人DQ了 就有很多人走了 但是你說我們哪裏試過 得手就更加不用說了 是嗎? 說也免得 所以我們香港人沒有經歷過 他覺得這個 他習慣了那種這樣的 在共產黨的空隙裡面過剩 而且呢 他們有一班人他們支持開的 那這班人就覺得 他有大台 那他覺得他當然應該是 應該是他去當選的 是不是都應該是他們的 那他們呢 就不是很習慣 真的被普選 所以為什麼我這次提出 提出香港議會呢 香港人 就是普通人 沒有人不支持 沒有人不支持 但是那幫以前有名 有名氣的 或者有地位的 有一定的支持的 觀眾 就是香港人民的支持 這幫人呢 他們完全冷感到 你沒辦法想像 而且呢 還在搞 大家搞 另外搞一個海外議會 就來對沖我們 他覺得他用一個海外議會 什麼叫海外議會呢 我聽回來 不會怎麼錯 很多方面聽回來 他們有幾個 比較以前呢 出名的一幫 是海外的 他們呢 就想著呢 哪裏有幾個出名的精英 比如 加拿大 西邊 東邊 跟著美國 跟著華盛頓的東岸西岸 華盛頓西岸 跟著美國西岸 跟著澳洲 跟著倫敦英國 找幾幫精英來呢 基本上呢 他們開的叫做峰會 由他們來決定 有一幫人呢 就叫做海外議會 這個是他們做 原來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就想著 為什麼我們 原來 要參加我們這個選委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呢 原來有人在那裡 就是等於搞一個差不多的事情 但是沒有選舉的 沒有選舉 那天我們都在談 有人問我 如果沒有選舉的人很少怎麼辦 我說這個選舉的人很少怎麼辦呢 不等於我們不辦 因為很少 這個不是我 多人選舉和少人選舉 如果在安全的情況下 少人選舉 這個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他們自己的選擇 他們不想參與 當然我們要給一個安全的選舉的辦法 不可以被共產黨抄後選舉 這個事情我搞的 我都挺有信心 我們有整年的時間 我覺得可以有機會做到的 你不用怕了 我們是動腦筋的人 不是人家怎麼選 我們怎麼選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的選委 我們會考慮很多辦法 但是呢 我可以這麼說 所有國際的團體 對我們這個香港議會 是潑冷水的 而且還在那裡做對抬器 不重要 不是很大的事情 因為我們最後成功失敗 是香港人自己覺得 應不應該要有民主 應不應該做事 他投票就是他做事 你可能要付出代價 現在香港這樣的情況 共產黨可能要付出代價 你想想人家 人家為了抗爭 那個所謂暴軍 是暴政 如果那些人付出生命代價 我們現在都不是謀遂 是一些經濟代價 或者一些又要移民 變成家在家裡 就是很不方便 好像很慘 但是我們比起那些人 用生命 你看看現在烏克蘭 普京就是一個暴軍 他想霸了整個烏克蘭 接著一直吃下去 整個北歐 這個暴軍 現在烏克蘭又不是找生命 分生命 分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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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抵抗這個暴軍 這是事實的 我們不付出很少的 不要以為我們付出很少的 我們現在要求香港議會 就是要求香港人付出一票 當然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明白嗎 那幫精英習慣了 他們習慣了 幾幫人聊天 好像華山頓建 你什麼什麼派件 什麼派件 最後他推一個民主 結民的民 他們是在想 以前香港 從70年到80年代 一直到現在的做法 漸漸不亡 所以為什麼學年年輕人 那幫年輕人去到用武力抗爭呢 他們就明白了這件事 我就不太明白 我現在就開始 因為搞香港議會 我是體會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太明白 因為我想到這個問題 是否根本不知道 我現在想到他們想到 是否要聽到 還不是無論解 你沒什麼呢 我買到香港人 就不買到香港人 這才有什麼時候 我們去買到香港人 如果大陸逼大一點 我們就跟它聊天 大陸就一步一步的逼強 我們一路就收縮 就從來沒有想著 那幫精英從來沒有想著 真的抗爭 就要回去一人一票 你不普選 我們就不玩 要去到這個地步 現在不管他們自願不自願 都已經變成這樣了 實際上共產黨已經擺明給你看了 它控制不了的立法會 它控制不了的特首 不得給你選舉 如果哪個人還做夢 想著可以有一國兩制 我們還可以跟它 它給你多少 你就做多少 你跟大陸有什麼分別 就完全沒有一樣 但是這幫人 基本上還是這個思維 你要力量 你這次為什麼烏克蘭這麼成功 全民支持Selensky Selensky連打仗都不會打 這是演員來的 他就是演了在電視組 演到電視劇 他現在那幫國縣裡面 有幾個都是他們製片的 製片那幫人來的 有些是化妝師 有些是負責 所以你看到他每次演講 他做得相對非常之好 做得真的職業化 職業師都不得了 但是他所有的人民支持他 當然我們講的很高 高了90多個 它現在支持率 它裝選的時候是70多個percent 接著跌到25個percent 現在的支持率是90多個percent 就是說90多個percent的人民在支持著他 這件事情就強了嘛 為什麼這次烏克蘭 那麽差的國家可以頂得住一個 俄羅斯這麽大的國家 現在不但要頂得住 還說要上班 就是人民發揮了他們的 人民講了話 他們是你們的體系片了 就是people have spoken 就是人民出了聲 所以他們曾經 之後他一步一步下來 白金漢宮都插著納粹的旗 他問那幫眾議員 你們覺得怎麼樣? 問那幫眾議員 他那幫內閣就在等著他開會 應該找馬索典尼去奮希特勒講和 所有那些眾議員 眾議員跟那些人民很接近的 真是人民直選出來的 真是人民直選出來 記住這件事 是人民一張一張票這樣選出來的 完全支持他在地鐵裡面碰到那幾個 英國的最普通的老百姓 說沒得談 一定要鬥爭到底 沒得後學 他拿到這個信心之下 先在地鐵那裡拿到人民的時候 第一 英國都支持他了 他說英國 英國 佐治 佐治就叫他去問人民 他說他也打算打的 問完人民 再問完中議員 那些軍人 或者夏議員 那些最接近人民的議員 那些最接近人民的議員 完全是支持他要打的 然後他再回去 跟那個內閣 戰爭內閣 這個戰爭內閣 是兩黨的 兩黨在戰爭內閣裡面 還有那些軍人就告訴他 我決定了 我不會跟他講和 然後就回到國會大堂裡面 這個就很出名的 那些軍人就告訴他 他是一個憲港 就是說 打到死為止 都不投降 這個你看到 這個是民意授權 今天烏克蘭 當日的英國 是得到民意授權 所以美國 看到你有民意授權 你人民下了決心 烏克蘭的人民 英國的人民下了決心 要抵抗 美國 退都退不了 先頭羅斯福都在那裡耍太極 我不能給你軍事 我就說中立了 我簽了 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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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裡沒有入國 簽了 簽了 英國 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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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limiting噪的書 triang就開始 Igzx ésus扶全部也會說ất活沒有 簽了 簽了 這裏簽了 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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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簽了 你怎麼說 簽了 不 hadn't demasi簽了 簽了 不是說沒有東西作用 所以我不喜歡 有時候人家叫我說話回避 一回避就沒有真實感 真實感就失實 一失實的話 說話就無力了 當日的英國 今天的烏克蘭 是最好的例證 就是抗爭成功 力量在哪裡來的? 在人民 不是在那幫精英 烏克蘭那幫精英探討的 原本就普京以為搞定了他們 已經出錢進去 俄羅斯兵進去 格度歡迎 就到了一天一兩天搞定 三天肯定搞定 誰知道人民逆轉 當然 現在跟Selinski的總統有關係 應該也是 跟邱吉爾有關係 你沒有領導出聲 人民很難 不知道跟誰說 一定是有人站出來的 站出來 我現在不是認識自己 自己不要這麼說 我要講清楚 香港我們會有人出來的 我相信 會有能力的 年輕的人有魄力的人出來 但是 令我們 光復香港 持得感 所以我今天那個話題 我覺得大對話 我都說話了 你知道了 我都準備了 但是 你們要聽明白 一定要看出來 你就明白 英國有 英國國王 英國國王 又有首相 看得很清楚 國王 首相 跟著內閣 跟著國會有上議員 跟著有下議員 跟著有下議員 跟著是人民 到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人民 你看完這書記 你就明白 人民的重要性 香港議會就是這個意思 我說他不算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我操縱 我在拼命 在推動 不是我操縱 我們要成立一套非常公平的規矩來選舉 而且不是算一次 香港 譬如五年算一次也好 算一次也好 跟著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沒有辦法 沒有問題的 不是因為時間 幾年算一次 四年算一次也不是很差的 這些是技術問題 不斷要選舉 這個才是真的民主 那幫香港比較出名的幾個 還有那些團體 海外的團體 他們成立一個海外議會 是一個精英 大家講得好 講難聽一點 就是一種配票 你們覺得大家要停交 配票搞得不錯 他是搞得不錯 但是那種配票是因為 無可奈何 因為中共在香港搞配票 他又迫著要搞配票 來對付中共 那種這樣的建制派的票數 和那種功能小組 他駁明在裡面偷走 我們香港絕對有多數人 但是因為共產黨知道 中共在做了手腳 在《中央明聲明》做了手腳 在《基本法》做了手腳 你直接知道了 做手腳都輸了 那沒辦法了 就堅硬來了 是吧 退遲選舉 接著就搞《國安法》和《選舉法》 他有距離選候選人 這些不用說 我不想做這些時間 所以看到最大的力量 為什麼美國這麼大的力量呢 為什麼國家短短二百年 你看看南美的資源 比美國還好 南美很多地方的資源都好 為什麼美國是第一級強國呢 就是他人是主人 人民是主人 人民他定的法律是保護人民的 當然他選出來的議員 他定了法律 當然是為人民著數 所以他保護了人的財產 保護了人的人權 自由和法治 他保護了 他在美國國會說的 那種法律是保護了人有自由 你有財產 而且你可以發揮 所以他可以令到全世界 你看到他想出來的產品 他做出來的服務 是非常特別的 是個人想出來的 不是靠國家想出來的 共產黨自由的抄襲 他從來沒有發明過任何新的 軟件有好 硬件有好 這個是好 一看就明白 美國因為他保護人民 他對人民尊重人民的財產 就尊重提拔人才 教育 你希望收到好的教育 共產黨不是的 共產黨就是 只是培養幹部 你怎樣控制權力 現在人才呢 你剛剛出來了 我就用你 他沒有保護人才 你看看現在大陸的工程師 沒有這麼保護的 他跟你一向換 永遠就是積棄 是不是 那些企業家也是 永遠是積棄 你看到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 俄羅斯也是 他們永遠拿他們的國家的財政 全部放在國防那裡 硬件 系統 武器的先進的武器 全部放在投資那裡 他們不是投資 是人那裡 所以美國呢 你看到 它全部是私人公司 武器不是 美國沒有貴企的 全部是私人公司 他們私人公司是競爭 用好的人才來開發新的武器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是最先進的 最原裝的 Original就是原創的 是原創出來的 所以那個效果 比別人抄的 你抄的已經是幾十年前的東西 你抄什麼 有些還抄不到 像晶片一樣 抄就抄就抄不到 俄羅斯也是 現在缺晶片 千方百計 上任在那裡 或者找人轉運 轉運就是借走私去的 這個就是結果 所以我們為什麼看到 比較看到美國 中共和俄羅斯 看到他們的分別 你再多六個中共 你都打不過美國 它會不斷 它很多很多新的東西 正在研究中 或者已經研究了中美拿出來 大家看看 你看看這次 烏克蘭開始反攻 你就明白 它全部是有計劃的 才等於 引了他們進去 然後現在就開始反攻 用一些重武器給他 和社情軟的武器給他反攻 這個 這個就是 將來你都要看 為什麼 我就是看將來的 我就是看這些東西 而且我真的和很多人談 知道這個虛勢 那俄羅斯就玩完了 中共是玩完了 如果你看 就是懂得看將來 已經是玩完了 大家看到了 我都免得說這些細節 你都聽得多了 現在那個疫情又回來了 又叫Bing 習近平又不斷這樣說 又要清理 很明顯 不行的了 亂了大陸 外交也亂了大陸 他原本想請人家元首來參加他 希望他可以就任典禮 人家都不展示他 不展示他當然不好意思 但是他的敵人就拿這件事 從南華早報流出去 讓他丟架 就是你請人家 你不展示他 他就想叫外交門 掩住不要出聲 但是他們有故意 國務院那邊故意 被馬雲那邊流去南華早報 就是他請人家 你不展示他 就是這麼簡單 有些人解釋到七彩 我告訴你現在 他不明白人家歐洲人的情緒 他以為你來 我給三百多架飛機的訂單 你一定要來的了 就是他還是這個思維 他以為人家還是拿利益 他可以用利益搞定人家 誰知根本就不行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 他還不知道 還沒醒過 他這套東西不活動 就是等於他的精力不活動 他以為我給一支大單 那一班人就能摸到你了 那我就搞定了 以後你就接受我 這樣接受我 那樣 我叫我 不給你 現在叫你那些什麼人 他報告不出 你們就會不出 現在他上班的禁止 那個人 那個報告本身已經 已經受到他七千 他都不受到 他知道出就糟糕了 那人家怎麼假 在外國怎麼假都有一些真 但是在中共那裡沒有人真 全部都是 所以我現在講一下國安法 真的 我們香港人 你們什麼叫做民主 有民主 只可以保護到法律 只可以保護到自己地方的安全 我們現在 我們香港的自由 過去那幾十年的自由 是以前英國人留下的 不是我們自己爭取回來的 你要爭取回來 你要自己立法 來保護你的自由 來給你那個安全和自由 你要立法 自己立法 不是靠中共幫你 不是靠英國幫你立法 英國要照顧英知 當日爲什麽這樣 它這麽順滩 拿香港的主權給了中共 因爲英知在香港的生意 比英國人在英國的生意 是大陸飛起的 尤其是大陸一開放 英知 真的 銀星發大財 賺很多很多錢 舉幾個例子 以前那些洋酒 巴伦基韋士基 那些美麗的紅酒 全部是二和他們代理的 大陸開了全部喝他們的酒 你想想那裡有多少錢 賺了 沒有出過石頭 它是代理的嘛 老祖代理 代理一百年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美麗的白鶴酒 蘇格蘭的威士忌 全部都是英國的洋行代理 那這些就是它的利益 大到你想想 香煙你能帶到多少 多少香煙是它代理的 是它們投資的代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 我們當然香港人都賺到錢這個樣子 我們都算是炒樓都發達這個樣子 但是它們英國的利益 英國英智在香港的利益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這次比較 歐洲反而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去歐洲呢? 要求他們支持我們香港 叫做自決 就是自決公投 要求他們那邊沒有利益問題 shouldn't they know 正退後呢? 譬如歐洲議會議 他們的影響力很小 中共去不了那裡 但是英國呢 有問題的 不過今次希望呢 希望那個Truth是怎樣的 因為Truth呢 那Truth呢 就是應該很激的 我呢 我跟印度人都很熟悉的 在英國 我實際上比很多人都熟悉 香港一般人都不同 差來往的 多少有些歧視 實際上在英國有100萬個印度人 我跟他們那個頭 他們叫社團的頭很熟悉 他說這個財商如果做了 你不要不怕 他們覺得只不過又做了生意 不等於他親中 他說要改變他的政策 但是不等於他親中 我跟他們全部打招呼 當然就沒有Johnson那麼激 但是呢 講到最後 到現在呢 英國人民 講了一句話 英國人民 英國人民對中共的看法 已經去過了80了 即是反對了 已經是看不完的 所以我不管你誰選了 都不得談 好像拜登那樣的兒子 又說買一些石油給中共 你可以做一些小動作 但是大小是要人民作主的 美國人民已經是絕對跟中共決定了 不可以回頭了 英國人民也是一樣 我再重複 歐洲人民也是一樣 日本人民 你們最清楚了 90幾個百分比反共 所以現在已經到了那個程度 人民的力量真的開始顯出來了 為什麼你們看到我好像中共在外國的所謂的一面倒 利益的勢力和信討的一面倒 就是人民出了聲 所以我希望我們接下來這個星期 我們會去特朗普 我們會開始推這個香港議會的事 就是介紹給別人 說話還沒做事的 現在才成立 開始要做一堆 什麼規矩 什麼什麼 怎麼安全 所有事情現在才開始做的 你不要馬上問我 我們現在不是拿香港的選舉來抄 我們要做一個適合香港人的事 安全的事 公正的事 而且算出來什麼是以香港人的需要來做 不是以英國人 或者是以中共的需要來做 問題就是這樣 當英國人管香港的時候 所有整個制度 整個香港政府制度 有很大部份是為了英治的利益 中共現在接管了97年後 接管了很大部份是為了北京的利益 就不是為了我們香港人的利益 我們需要搞一套事 為了香港人的利益 記住我說這件事 我不需要選 我都七十幾歲了 七十三歲了 所以我就不斷支持這件事 這個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不理你什麼時候光復 最後香港的希望 就一定要由香港人作主 有一套制度是香港 適合香港人 自己香港人自己設計 自己不斷地改良 所有制度都要改良 是由我們香港人主導的制度 所以我就這次有這個機會 我昨晚又看出戲 你們一定要看出戲 真的 你們知道人民的力量 人民就是主題 所以叫做民主 好不好